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八小时后 他和周恩来总理秘密会谈 都谈了些什么 四十八小时后 他悄然离开中国 取得了哪些成果 1971年6月 北京已进入初夏时节 这个时候的夜晚 十分的凉爽 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的书屋里 一边纳粮 一边等人 不一会儿 周恩来总理和黄华大使 谈笑风声 走了进来 毛主席放下手中的书 对他们说 黄华同志 你也可以失踪吗 于是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中国外交史上一次高度机密的任务 逐步开始酝酿发酵 周恩来总理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 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外交事件 都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指挥下完成的 1971年6月 周恩来总理 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 成立了由周总理 叶剑英和黄华 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 同时 周总理还命令黄华 张文进 唐文生 王海荣等人 从各自的工作岗位中消失 秘密成立中方接待小组 到底是什么接待任务 需要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 毛泽东主席在中美开始交往的 最初阶段谋划了怎样的棋局 失踪在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 同样也在上演一场失踪大戏 1971年7月 巴基斯坦 一次简单的外事宴会 正在轻松地进行 正在大家频频举杯的时候 美国国际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突然手捧腹部 连叫难受 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翰 联盟大声宣布 伊斯兰堡的天气太热了 影响了基辛格博士的健康 请他去总统别墅休养两天 凌晨四点 巴基斯坦首都 伊斯兰堡的查克拉拉机场 仍然笼罩在夜色当中 机场军用区里停放着一架 印有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标志的 波音707飞机 没有人注意到几双眼睛 正透过飞机闲窗的窗帘缝 紧张而警惕地观察着机舱外的变化 他们是中方派出的赴巴基斯坦 专门接待基辛格博士的先遣小组 成员是张文进 唐文生 王海荣和唐龙斌 几分钟之后 两辆黑色军车悄然驶来 一个神秘人物低着头从车上走了下来 尽管是凌晨时分 他仍然戴着一副遮住半张脸的大墨镜 头上顶着一个大颜帽 黑西装 黑领带 黑皮鞋 全身上下都是黑色 这番乔装打扮之后 几乎没有人能认出他究竟是谁 窗里拉开一个小户 我们当时只看到一个肥胖的人出来 戴了一个大颜毛子 戴了一副很宽便的大的黑色的墨镜 他是谁 他就是先遣小组要等的人 六个小时前 他还在假装肚子疼 现在他成功上演了失踪大戏 终于骗过所有的人 出现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国际机场 他就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基辛格博士 基辛格博士登上了飞机 跟唐龙斌握手 唐龙斌清楚地记得 他伸过来的手又粗又有力 当飞机关闭舱门开始滑行的时候 唐龙斌下意识地抬起手腕 看了一下手表 凌晨四点三十分 跟原计划密过一样 而历史则永远记住了这一天 1971年7月9日 直到此时 跟随基辛格的几位特工才明白 原来这次意外失踪 是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汉 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基辛格博士互相配合的杰作 他们这次旅行的真正的目的地是中国 这次特殊的旅行 让基辛格博士想起了几百年前 从西方到中国探险的马可波罗 所以这次行动的秘密代号为 波罗行动 波罗行动呢 主要是考虑到 那么当年啊 马可波罗 意大利人 十二世纪 访问中国 那么他们美国认为 这是一次巨大的探险 从来没有美国官员 政治上的官员 四九年以后 踏入到中国的领土 他认为至少 这个也是探险 同时呢 他定为马可波罗 他也认为这是有一次 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 毛泽东主席批准的 中美秘密接触计划 正式开始实施 这个行动计划 又要为新中国 带来哪些 惊天的巨变呢 按道理来说 如此滴水不漏的秘密安排 应该是万无一失了 可是这一切 仍然没有逃过一位记者 敏锐的双眼 基辛格博士登基时 曾在巴基斯坦外交部 工作过的 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 贝格 恰巧也在机场 凭借多年的职业经验 他敏感地发现了全副武装 秘密出行的 基辛格博士 贝格从机场负责人口中得知 这一班飞机即将飞往中国 一则极具颠覆性的头条新闻 近在咫尺 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记者贝格 无意中得到了如此重大的新闻 喜出望外 随即向报社发了一条集电稿 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 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 已于7月9日凌晨4时 乘坐一架巴基斯坦的 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 飞往中国 伦敦每日电讯报的值班编辑 看到了来电 吃惊地不敢相信 大骂贝格 荒唐透顶 简直是疯了 然后无情地把贝格的电讯稿 扔到了废稿栏里面 一条本来会震惊世界的特大新闻 就这样消失了 此时飞机上的气氛 比较紧张 基辛格博士和他的助手 都穿着鼻挺的深色西装 中方工作人员穿的是深色 或者灰色的中山装 跟随基辛格博士的两名特工 他们各自拎着一个文件箱 上面都带着大锁链 他们两个警卫固置拎了一个文件包 文件箱 小的文件箱 都戴上锁链的 一头锁在这个文件箱上 一头锁在他的手上 就说你要抢他不容易的 你除非把他手抗呢 双方的表情也特别地僵硬 出发前 周恩来总理特意嘱咐 平时不爱说话的工作人员 张文静和唐文生 他说 不要让没有来过中国的客人 觉得我们太冷淡了 但是刚刚见面 谁都无法打破僵局 飞机上的气氛 已经非常地尴尬 还是稍嫌老道的基辛格 突然开口 他说道 我很高兴见到南西唐 见大家有些纳闷 出生于纽约的唐文生 赶忙过来解释 南西是他的英文名字 双方对彼此情况的掌握 心照不鲜 基辛格接着跟唐文生 打气地说 根据美国宪法 你可以竞选美国总统 但我没有资格 因为基辛格出生在德国 唐文生出生在美国 根据美国宪法 出生在美国的人 可以竞选总统 这么一个玩笑 就把话题打开了 气氛也轻松了 谈了半个多小时 干脆连翻译都不用了 大家索性直接说起了英文 为了安全起见 在专机飞临北京上空的时候 中国空军出动了两架战斗机 为基辛格博士的专机 保驾 护航 1971年7月9日12点15分 基辛格博士乘坐的飞机 准时降落在南苑机场 来接机的是叶杰英元帅 和黄华等人 没有仪式 简单地寒暄过后 叶杰英元帅 陪同基辛格博士 坐上红旗轿车 朝钓鱼台国宾馆驶去 红旗轿车沿路行驶 基辛格博士一路上都能看到 打倒美帝国主义 及一切走狗的标语 这让他心中一沉 其实这样做 是为了保护国家最高机密 是毛泽东主席做出的指示 一旦撤掉标语 基辛格博士访华的消息 就会暴露 一切如常 是保证本次秘密会面的 绝对安全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车程 红旗车终于在一个地方 停下了 钓鱼台国宾馆五号楼 这里就是基辛格失踪之后 即将入住的地方 五号楼是周总理亲自选的 为了让基辛格住得更舒适 更安全 周总理特意成立了秘密工作小组 带着几位负责人员 在钓鱼台宾馆做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 因为钓鱼台国宾馆整体方向朝北 五号楼比较偏僻 周总理命令封锁北门 只允许工作人员使用 四号楼留给周总理临时开会 听起汇报使用 六号楼空着 那里的出口处 有一座小桥 工作小组命令 在那里安排两个便衣警卫 防止外面的人进来 周恩来总理在诸多细节上 也有特殊指示 一切工作都要按照 有利于中美高级会晤的 友好气氛展开 为此五号楼门前 摆放了几十盆漂亮的鲜花 这是工作人员 特意从中山公园的花房里 借来的 房间里也没有出现 打倒美帝国主义 及一切走狗的标语 墙上挂满了齐白石 徐悲鸿的画作 桌上摆着珍贵的陈设瓷器 美国客人喜欢喝酒 周总理还特意安排工作人员 在房间的会客室 设置了一个酒台 放上了富有中国韵味的茅台酒 然而这些都不能让来访的 美国外交官们放松下来 他们都分外紧张 原本安排美国外交官 先休息半小时再下楼吃饭 结果不到五分钟 他们就下来了六个人 下楼以后 他们推开门 到五号楼外面的院子里散步 这其实是借散步之名 出来商量问题 他们不敢在房间开会 怕房间安有窃听设备 这六个人 都是地眼神 小声交换意见 还不时地往东看看 往西看看 看起来很警觉的样子 回到房间 他们把收音机开得很响 然后小声交叹 素来喜欢喝酒的基辛格 对摆放的茅台酒都毫不动心 基辛格很少外出 即便外出 车也是通过地下通道出去 还要把车内的窗帘拉得奄奄实实 1971年7月9日中午 基辛格博士正准备赴叶杰英元帅主持的舞宴 突然发现他把衬衫 望在了伊斯兰堡 基辛格博士只好求助他的助手霍尔德里奇 向他借了几件白衬衫 这几件衬衫是台湾制造 标有台湾制造的明显标识 而且基辛格博士穿起来很不合身 他感到非常尴尬 下午四点 是基辛格博士 与周恩来总理约定的会面时间 基辛格博士在钓鱼台国宾馆安顿侠不久 周恩来总理就到了 周总理说 这是中美两国高级人员 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握手 他们两人先是紧紧地握手 然后基辛格博士开始介绍他的助手 当介绍到自称第一位进入中国的 美国外交官洛德时 周恩来总理略带高兴的语调说 你的夫人是中国女士 这一次您是来到岳丈大人的家了 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 现场的气氛顿时轻松平和起来 来到会议室落座之后 基辛格博士马上拿出了一打文件 大概有七八寸那么厚 他开始一页一页读起来 读了好长一段时间 周恩来总理并没有拿出文件 也没有拿出讲话稿 而是耐心地听着基辛格博士 把他的讲话稿一直读完 听完基辛格博士的长篇大论 周恩来总理泰然自若地说 我们可以随便交换意见 何必照本子念呢 基辛格博士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的书 从来没有用过讲稿 最多你一个提纲 可这一次不一样 在周总理的面前 我念稿子都跟不上 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了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玩笑归玩笑 中方还是要表达自己的立场 周恩来总理特意提到了 尼克松关于五级世界的演说 尼克松总统提出 世界出现了五个力量中心 总国就是其中之一 世界要从军事竞争 转向经济竞争 但我们认为经济扩张 必然导致军事扩张 只会使世界继续动乱和紧张 即便将来我们强大了 我们也不做超级大锅 听到周恩来总理 关于五级世界演说的回应 基辛格博士多少有些尴尬 甚至无言以对 因为尼克松总统的这次演讲是即兴的 事先没有跟基辛格博士商量过 得知基辛格博士对演讲内容并不知情之后 周恩来总理颇有风度地 给基辛格博士和助手们 复印了演说内容 他无意利用来访客人的不利地位 这让基辛格博士颇感意外 也倍感亲切 在这次至关重要的中美会谈中 毛泽东主席是中方的幕后总指挥 随时关注着会谈的进展情况 虽然当晚的中美会谈持续到十一点半才结束 周恩来总理还是连夜去向毛主席做了汇报 当谈到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军队的时候 毛主席说猴子变人还没有变过来 还留着尾巴 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 他已经不是猴子 是圆 尾巴不长 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讲 当时就是贸然地 把一下中断和台湾的联系 然后转向我们挺困难的 所以因为这么一个政治现实 大概是基辛格就提了这么一个条件 说我可以转过来承认你 但是那边要留一个尾巴 那么从主席的反应看来 他很自信的 他说最终我们肯定可以解决 所以他说尾巴藏不了 但另一个方面作为战略家 他又是非常灵活的 他可以让你保留某种尾巴 然后我追求大目标 所以这是主席的两个特点 1971年7月10日上午 基辛格博士和他的助手们 参观了故宫博物院 这是本次访问中 唯一的一项外出活动 游览故宫期间 中方还特意安排一名摄影记者 给大家拍照留念 第一次接触中国5000年 灿烂文明的美国客人 得知可以留影 显得特别高兴 拍了几张之后 基辛格博士开玩笑说 还是少照几张为好 否则白宫知道以后 会以为我们在这里 只顾着游山玩水 不务正业 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基辛格博士在北京逗留 仅仅四十八个小时 同周总理的会谈 就持续了十七个小时 最后一次会谈时 基辛格博士不像刚来的时候 情绪那么紧张了 会谈结束 他送周总理出门 帮助总理拉开了红旗车的车门 不仅如此 他还很体贴地用手遮住车底 以免总理撞到头 周恩来总理离开之后 基辛格博士立即叫上助手和两个特工 一起到院子里散步 他们又说又笑 说话的声音很响 还很高兴地哼起了小调 再也不像刚来的时候那样紧张了 之前表现出的如灵大敌的两位特工 此时也完全放松下来 文件箱也不拿了 就放在房间里 第二天中午 周恩来总理请基辛格博士 吃北京烤鸭 北京烤鸭给基辛格博士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基辛格博士再次来到北京时 他坚持要求去考察北京鸭子的故乡 在郊区南苑公社 基辛格博士终于了解了 北京鸭子饲养的过程 1971年7月11日中午 基辛格博士离开了北京 叶建英元帅 和秘密接待小组的成员 到机场送行 尼克森总统突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他笑容可惧地对美国观众说 我派遣基辛格博士 在最近的世界执行中 前往北京 以便同周恩来总理会谈 我现在宣读的公告 将同时在北京和美国发表 在中国和美国共同发表的这份公告中指出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 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 交换意见 据说 尼克森总统特意选在了他的家乡 加利福利亚州 宣布这个划时代的公告 最后宣布的结果就是尼克森总统访华 然后呢 访华期间就希望能够推动 这个中美关系正常化 一个是在抗击苏联霸权主义方面合作 第二就是找到某一个办法 搁置中美之间最棘手的问题 谈谈问题 面对这个被美国暴戒称作 尼克森震撼的如雷红柄般的公告 美国顿时目瞪口呆 全世界都目瞪口呆 因为美国使者踏上 北京这块神秘的土地 不仅震动了新闻界 而且一夜之间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 基辛格承认 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 原来他们并没有想到 美中和解是可能的 那么在尼克森总统访华的细节问题上 双方又有哪些分歧和较量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